货人员以及远警跟时间赛跑 抢救躺在地上的男子 有人拿着点滴 有人帮忙拿固定架 要尽快将人送到医院救治 这名男子失去生命迹象 仔细看一辆机车倒在路边 旁边还停着一辆小货车 车祸发生在12号晚上9点多 在台九线约250公里处 57岁成姓男子没有喝酒 只是因为突然内急实在忍不住 就将小货车停在鸡慢车道 下车小姐 32岁的邹姓男子骑着重机 正好骑车经过 疑似因为天色昏暗 加上小货车是直接熄火 又不是停路边 骑士因此直接撞上了小货车 邹姓男子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到医院后仍宣告不治 因为想上厕所就随意乱停 以为只是短短的时间没关系 没想到最后还是酿成了悲剧 TVBS新闻高志宏黄世维花莲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